是接到那些子騰的投訴, 我禮拜三是中大演講11點多接到的投訴, 我找局長,他找不到, 我不見到他後來說他不在香港, 局長就說這個副秘書長就會啟動, 上面知的,這個真的是官場術, 到底你自己有沒有叫他啟動, 他看到來啟動, 因為你現在看到, 有一件事要上課, 說我先啟動,沒有的, 好了,你現在說前期那時, 我留意你講的,很細聲, 後期一講到包機那時就英明神武, 就說我現在就好了,我做這件事, 阿哥,很簡單, 你現在就是依賴, 你們自己講的嘛, 依賴國泰和港龍的嘛, 依賴市場的嘛, 即是你們不用做的嘛, 市場解決得到的嘛, 這是第一個認識的錯誤啦, 你不見大陸說可以這樣做, 它是用政府來做的嘛, 如果靠市場, 那用不理呢? 你也叫郭泰去做啦, 你有沒有叫郭泰去做啊? 我那天開記之外會, 那些記者拍不到的, 我就罵你麻木不仁, 是不是啊? 市民滞留, 泰國政府關人, 忍事包機欠服, 麻木不仁, 他拍不到, 今天那副眾敬, 我不知道那個死人, 這個就怎樣呢? 就雲斷二域, 失救紙緣, 特首迷信, 大市場, 小政府, 拍散官場, 冷血佳因, 局長懶你, 有港客, 沒有鴻基, 草奸人命, 你的錯誤是什麼呀? 就是覺得, 大市場, 小政府, 喂, 市場做到的, 你不用我去做呢? 第二就是, 你根本就不知道, 那些人會是有機會死的, 有機會會死的, 現在是因為, 車禍你還好一點, 還可以賴車禍, 如果是因為, 泰國的局勢, 最終一步暴力化, 扔手樓彈扔中那怎麼辦? 喂, 你是政治問責的嘛, 這次不是政治問責, 是什麼問責呢? 第一, 你政治估計不足, 第二, 你在行政上都錯了, 大哥, 這件事, 任充我們又用權力及特權調例查, 大哥, 我怎知道, 你整個黑箱作業, 你去了哪裏啊? 那天, 去了哪裏啊? 為何不能回來, 有沒有給個指示啊? 我們寫文言找你, 你的秘書啊, 就接了電話, 就說你去了放假, 其實他也是放假的, 你的秘書啊, 你不要不承認啊, 6時45分那天, 跟著叫我們去找個百穩六, 百穩六, 就給了個168, 大哥, 你當我是什麼呀? 你當我是普通一個客人嗎? 168, 不是給個直線電話, 好像打給布殊, 打給曾蔭權的嗎? 有個熱線電話, 直情通, 特首的嗎? 昨天特首還扑街, 還在吃飯, 還在說笑, 他有沒有廉恥呢? 他昨天還在說笑, 有事都叫了他們不要去啦, 他想怎樣呢? 他忍忍然就是這樣咯, 你不聽我說, 就活該你死, 大市場小政府, 我們不會跟市場爭生意的, 他做得好就行了, 自由行沒有錢就活該死咯, 我真的不是很想他回應, 因為他回應不到, 因為他就告訴我去了哪裏, 他有沒有給他指示秘書, 說找他的時候, 找不到他, 是不是找白找到, 他有沒有給到白找到指示, 就是打回168, 這就是第一條問題, 我都發佈你的, 先講多人, 是呀, 因為我沒有虛心, 我沒有心虛, 這個局長回答, 好嗎? 這一樣東西, 你怎樣, 你怎樣, 怎樣向香港人交代, 你將那幾天, 有沒有向特首匯報, 有沒有唐英年匯報, 有沒有交代你下屬, 叫人家, 逢是立法會議員, 包括劉光華, 蔡女神, 只打1868, 行, 局長, 主席, 那上個禮拜, 我在昨天回來, 我都講過了, 剛剛那時候, 我去了韓國, 和日本訪問, 其實呢, 其實呢, 你部機器有短訊的嗎? 你都拍發短訊, 寄給旅客聽吧, 有短訊告訴你, 救命就回來, 就回到啦, 在韓國, 搭機去泰國很近的嘛, 國長繼續, 其實我是有, 其實我是一直都跟, 局裏面, 政府裏面的同事, 一直保持聯絡, 是了解那個情形, 是, 還有呢, 是, 知道呢, 是, 我們有些什麼的措施在做的, 那, 就有些同事, 正說呢, 我們又不了解那個情況, 又不評估那個, 政治的環境啊, 又不, 就, 警告我們這些旅客, 那, 那個事實呢, 我們由今年的九月開始, 我們都, 三兩天呢, 我們都是, 發出一些旅遊的中局, 就說, 告訴那些香港市民聽, 就, 泰國那個局勢是非常之亂, 希望那些市民, 就是說, 除非是必要必要, 就不要去泰國旅遊了, 但是, 畢竟我剛才都說呢, 香港, 我們是一個自由, 開放的社會呢, 我們都是要尊重, 我們市民的自由的選擇的, 所以, 我們香港政府是不可以的, 雖然我們都覺得那裡, 那個地方呢, 那個政局不穩呢, 我們都不可以說, 強制不准那些, 那些旅客呢, 去泰國去玩, 去什麼的, 那, 所以呢, 就是說, 我們不是說, 看著那些客人去死, 那些什麼, 我們不去告訴他們, 我們一直都有做這件事, 那, 那, 梁國雄議員又說, 我那個秘書呢, 叫他找白處長, 白處長呢, 叫他打168, 這件事, 我先回去了解一下, 好嗎? 這件事, 這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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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很關鍵的。 你再排隊, 很簡單, 劉慧興議員, 你的秘書有沒有找過你, 他直接叫我找白處長, 你幾天都沒有回覆過我, 今天都沒有回覆過我, 三天, 你的秘書有沒有打給你啊? 有沒有短信啊? 為什麼白處長一個 一個芝麻綠豆, 可以攔着議員, 和你幾十條人命, 我這樣啊, 兩個, 七分幾中, 你再排第2號 他答得很差 劉慧卿 劉慧卿